必利性耐因施,繁殖能力强,加上不需要另外施肥,是非常适合室内栽中的物种,因此可放心放在无光照的走廊。 而它的叶片呈现圆润饱满的心形,看上去活泼俏皮,相当具有观赏价值。 另一方面,其属于沿着壁面生长的植物,所以又称壁石虎,虽购入时是以波形的花气栽种,不会占用太大空间,但若忘了定期修剪枝条,便可能攀附墙面而造成后续处理的麻烦, 鱼租屋处,办公场所等栽种时得多留意。 万旺树又称尽才树,因为名字极力又讨喜,不仅适用于公司行号,作为乔迁纵理也十分得宜,加上拥有耐因耐潮的特性,即使放在室内也能够适应良好,是近年来相当热门的品种。 此外,它的叶片由亮而繁茂,高耸的树头朝气蓬勃,正是当作门面的不二之选。 关于照顾方面,大约两周浇水一次就可避免树叶泛黄,但由于,其生长速度快速,建议定期整理分支以维持整体形态,即能让环境充满盎然的生机。 此系列花器是以轻盈的皮皮材质制成,并且依照积木原理,将商品拆开后只削简单组装,并且按时浇水,不用另外施肥,就可开启一场乐活的浓趣之旅。 此次推荐的薄荷有着清爽宜人的香味,摘个几片叶子,泡杯热茶,即可取代咖啡让自己提神醒脑,喘口气。 不过由于是从零开始栽种,生长期间的拔珠和修剪都需要用心呵护,索性因为无需另外施肥、松土等,仍属适合直栽初学者的入门商品。 而且厂商还提供其他多种花类、香草类、瓜果类的选择,于家中阳台栽种也很不错。 来自于热带的慎觉喜爱潮湿的环境,渐行的叶片有着鲜嫩的绿色,散发着年轻活力的气息,在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叶尾会向下垂,营造出流泻瀑布一般的垂坠之美,因此经常被作为吊盆形的观赏植物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类植物拥有极佳的净化功能,美化视觉的同时也兼顾了空气品质。 此外,优异的耐阴性让它只需要间接日照就能自然生长,适用于各类室内空间。 虽然要频繁打扫掉叶是它比较麻烦之处,但带来的整体美化效果是不言而喻的。 规备欲由于不需要太强烈的日照,可以摆放在室内任何一个角落,展露深深而宁静的氛围。 而若大的叶片在日光下闪着油亮的绿色,更令人仿佛置身热带雨林一般。 至于,它受到欢迎的原因,除了无法忽视的存在感之外,与台湾气候的契合度也是重点之一。 不但适合生长于20到30摄氏度的气温,且在高湿度的环境下更是如鱼得水。 唯独必须注意的是树枝具有些许的侵蚀性,除了在修剪分枝时要特别小心,宠物店或有饲养毛小孩的场所都不建议购买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